新洛宁成堂,关于双双花的绅士之谜,一直都是传闻,直到夜谭深陷归须,在死之前梦回万年前的冬秋,看到了那颗孕育了他和青葵的地脉子之,也终于解开了自己的绅士之谜,原来他和青葵根本就不是什么灭世毒株,真正的使命是将混沌之力分离,从而成亲归须。 苏芝得知族人被灭之后,又见夜谭不肯杀了天地复仇,于是便要四界给冬秋陪葬,便将夜谭骗到龟须,一刀刺穿他的花领,然后拉着他跳入龟须,目的就是打开龟须,毁灭四界,可惜双花蔑士的传闻是假的。 在龟须中,夜谭也终于得知了自己的绅士之谜。 万年前,四界初创的时候,龟须的混沌之力就已经存在了,那个时候青葵二气氛的不够彻底,因此被封印在了龟须,可是龟须的封印终有一天会消失,因此就需要一个能够彻底分离混沌,成亲龟须的人出现,就是双双花的合体。 一直以来,神族靠着加固归须的封印,稳坐四族之首的位置,而神族中双双双花蔑士的传闻,就是那位灭了冬秋的先天地留下来了。 他既然知道双双双花可以吸取青酌二气,应该也知道他们的使命,却自私地将双双双花捉灭。 所以双花的力量虽然可怕,却是救世之花,因此不会伤害人们。 双双得知自己的使命就是成亲归须,将混沌之力悉数转化为青酌二气之后,便主动与姐姐的花灵合体,完成自己的使命去了。 也许使命完成之后,那位种下地脉子之的上古之神,会给双双青葵一次复活的机会。 只是那个时候,四界不需要花灵的力量,他们应该会再次成为普通的人族公主吧。